二型糖尿病能活多少年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郭辉 县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 糖尿病那么目前来讲的话 是在临床上比较常见的一个慢性病 而且病因不同 它有不同的分类 包括一型糖尿病 二型糖尿病等等 那么实际上就发生率而言 在临床上我们处理的最多的 就是二型糖尿病 实际上大家也知道 那么二型糖尿病的话 不仅是血糖的问题 而更多的是持续的 由于二型糖尿病代谢稳妄的存在 它引发的一系列的并发症 包括像血管的问题 造成心脑血管 那么其他的像脑梗塞 冠心病 心脚痛等等 包括下肢的血管病变 造成糖尿病的下肢坏居 以及其他的一些小血管病变 造成糖尿病的严厉病变 肾脏病变等等 通常情况下 单纯的高血糖 处理起来相对比较容易 那实际上 对二型糖尿病病人来讲的话 主要是由于以上这些 相关的大小血管并发症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合并症的存在 如果处理不当的话 在一定程度会影响 糖尿病病人他的生活质量和预期的寿命 所以对糖尿病病人来讲的话 应该综合管理 不仅是血糖的管理 还包括了糖尿病相关的并发症 以及合并症的管理 那么这样来讲的话 才能有效地改善糖尿病病人预期寿命 那么实际上 对糖尿病病人而言 如果血糖管理不达标 或者说糖尿病相关的并发症 以及合并症 没有得到及时管控 那么从客观上来讲的话 它会减少糖尿病相关的预期寿命